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強思嗆世界第二季 第十一集 大家好 我是強思 那今天強思要來做一個新的嘗試 就要來做電影解析 那今天要帶大家看的電影就是 2010年風靡整個華語圈的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裡面有很多場景 然後還有很多的名言家具 都說是有在影射現代的中國政治 那到底是哪些呢 那為什麼讓子彈飛又沒有被禁掉 好像很多地方都是在諷刺中國共產黨 那今天就讓強思彈要風聲說給你聽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來講 為什麼讓子彈飛沒有被禁掉 欸 拜託大家只要去搜尋讓子彈飛 就會發現網路上一大堆人都在講 他在諷刺中共 那既然所有人都看得出來 為什麼中共不封這部片呢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影片的這個製片 馬克他說了一句話 有什麼不高興的事 看一下讓子彈飛什麼煩惱都忘了 其實讓子彈飛 他贏的來說也算是爽騙的一個 大家看到哇 土匪之後把憲令推翻之後 都覺得大快人心 那大家要知道 這部影片出來的時候 2009年2011年 是整個大陸政府貪污貪腐的醜聞 最囂張的一段時間 但是當時也是2010年剛辦完上海事播 2008年剛辦完北京奧運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很矛盾的狀態就是 整個中國是處一個民族自豪感非常高的時候 但是政治的貪污的醜聞卻不斷地冒出來 那這個狀況之下其實很多民眾都有種矛盾的感覺 我們現在好像在全世界已經很有名 外國人都很肯定我們了 可是我們的國運政治好像不是那麼好 這時候剛好讓子彈飛出來 會讓大家有一個排解的管道 會藉由這個電影裡面的情節 去忘記現實的煩惱 那所以很多人其實就有在講 強詩也非常認同就是 這部片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剛好提供一個宣洩的管道 那雖然有好像影射中共的感覺 可是拜託一般的小感情 誰會想到一個在民國初年 然後當時應該都是民國政府很貪污的東西 誰會想到現在的中共對不對 所以呢 就把它這樣想就好了 所以就中共真的沒有理由來去奉制物品 那接下來強詩來講 有關電影裡面有幾個場景 大家都說很明顯的 是跟中共啊 或是跟中共政治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大家應該記得 片頭的馬拉火車 那馬拉火車 火車可以叫列車嗎 之類的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會想 就是在諷刺馬列主義 馬列主義已經變成一個形式走了 現在的這個 中國你已經不太能看得到 到底 馬克思的思想 或是列寧的思想 能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力 但是 所以 馬拉火車在 影片的一開始就到了 可是 大家也都知道 習近平啊 還有這些中國領導人 他們其實都還是會標榜 他們是 吃從 馬克思列寧 所以影片的最後 馬拉火車又跑出來了 象徵的 馬列主義 他永遠都還是能借屍還魂的 用某種形態 跑出來 這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大家記不記得 一開始他們縣長跑到縣城的時候 不是有兩個人出來迎接他們嗎 胡萬還有那個 武教頭 他們當時出來的時候 是用他們的 褲擋的中間 來迎接縣長的人 所以很多人都說 欸 這是在諷刺 黨中央 隨時都在 關心 地方的政治嗎 所以這是 第二個影射 第三個影射 其實稍微是比較 比較小一點的 是說 他們馬匪裡面六子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好像老四 好像也有出事 就是在影射 六四事件 那我覺得是有點小牽牆啦 講完了這些 我們上很多人都有在分析的事情之後 講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這是比較經典 裡面有兩句台詞 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細細去看 第一個台詞 是 縣長常常去跟師爺說一句話 說死人比活人有用 所以他在裡面 就讓胡萬死掉之後 又把胡萬這樣成馬匪 然後 縣長夫人死掉之後 他抱著他 去來個苦肉劑 那死人比活人有用 是在 中國政治有什麼樣子 可以比你的東西呢 強勢很推薦大家去看一部 香港作家陳萬中寫的 裸命 裸命這部電影就是在講 中國大陸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 法治都還不髒 而且在這個 維持穩定的邏輯之下 任何的人 只要跟中共倡反 或是有一些不尋常的舉動 都會有可能被消失 體制要你死 你就得死 體制 不讓你死 也可以讓你被消失 那這種 生命很脆弱的狀態 裸命的狀態 很明顯 大家都好像 活跟死的兵力變得很模糊 那甚至不用講 當時2011年2019年 大家回去看新聞 就會發現 大陸有很多冤假錯案 我被抓到 但是 最後判的是 流亡 可是 最後面反而很明顯的 家屬去領屍體的時候發現 奇怪 這個人根本就不是 我家的那個人 到底跑去哪裡 屍體就被點替 調查之後都發現說 這些人都是 大陸你如果要去 反映你自己的名義的話 你可以做上訪 信訪 那很多上訪 信訪的人都消失 那 屍體就會從這些人 被頂替出來的 那更不用說 法輪功有很多人 你在講什麼活摘器官嗎 這某種程度上 也算是真實的 這些都是 死人比活人有用 能明顯的應用在 現代中國政治的例子 另外一個 當時 縣長在帶著 師爺 去發錢的時候 師爺問了他說 你們發錢都發給誰 縣長就說 當然發給窮人 可是 師爺就問他說 那窮人 哪些人是窮人 然後縣長就說一句話 誰窮 誰就是窮人 那這個 定義不覺得很有趣嗎 大家如果看 《強之眼》節目的話 就會想到 脫貧攻堅戰 拜託 中國在脫貧的時候 大家也都知道 大部分的外國人都覺得 這個定義實在是 太低了吧 年薪 2000塊人民幣以上 就不貧窮 這是什麼樣子的定義啊 你這個貧窮定義 好像真的就是有點像 電影裡面講的 誰窮誰就是窮人 這個定義是 隨便定出來的 很明顯這兩句話 也是很有趣的 強師當然也覺得說 一部電影 它之所以是經典 就是我們可以不斷地 從電影裡面發現新意 其實我真的很鼓勵 大家都去看這部電影 裡面有很多 更多的台詞 或是一些場景 是能讓你更 想到能應用在 當下的中國政治的 如果大家 有看過《讓你安非》 或是又再看過 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留言給我 那如果也喜歡我講電影的話 我之後可以再幫大家多分析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